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娜 好多朋友说我都快成肖敬腾了 马上要变成雨神了 这不今天又下雨了 实话跟大家说 我现在脑子是特别嗡嗡作响 特别难受 昨天晚上忙到两点多钟才睡觉 因为明天的话会有一场家房直播 我们昨天晚上是在这里 就是确认了一下样品 今天还有好的工作要做 先稍微吃一点 然后一会儿带大家上来看一下 你们昨天几点出发了 我们昨天十点出发了 快了多久了 大概十一个的院 够辛苦的 整整个的鱼竅 做了一些机器 都就行一个工艺 然后这边是 这边是大概四圈上面 鼻鼻梁 鱼竅 这个背部都是有这个绑带的 四个角都有 防滑的 三件套 四个颜色 四个颜色 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颜色 这个叫紫色 这个是灰色 灰色 橙色 蓝色 绿色 四个颜色 颜色挺全 不挺好看的 我们有很多画的 给它看上颜色 老粗 到时候我们做很多颜色 不一一展示的 不放比较装满的一个颜色 我们之后这样拍 看它 好看 这个好看 大成分 不做了2米5了 对 这个会不会缩水 我老说不起的时候 会有一点缩水 然后我们特地做看了 这一款 然后你摸一下 这个好看 它的手感摸完就是这样 很滑 非常舒适 然后这上面做了一个 山姬的这种痘痘 这个痘痘的话 带促处按摩的呼啸 家里有小朋友 或者老人家睡在上面 就是非常舒适的 这是一款 一百只的蓝筋天丝 认识这个什么蓝筋天丝 是一百只的 然后这个浴室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这个浴室贝 很舒服的 对非常舒服 浴室贝它都是 来自日本的一个黑地区的 一个灭料潮 灭料潮 我们的黑地区 我们已经记得 可贴天使用 机器权已经没问题 然后它的爽滑都非常爽滑 接入皮肤 能够瞬间降低 降低身体的这个温度 所以说 我们已经就把它 称之为一时的问题 我本来今天觉得我 特别特别累 特别特别辛苦了 但是厂家的人告诉我 他们是晚上下播了之后 然后稍作休整 就开车 开了一千三百公里过来 然后我瞬间就觉得 我有点矫情了 然后他们现在还在 忙着就是搞链接 做这些东西 人家说成年人的世界不容易 每个人都活得很累 但是你现在努力 将来一定不会再后悔 加油吧 就是想不到有一天 我也能必须搞一个充分活动了 明天来给大家准备了 很多很多的这个心肺啊 就是枕头啊 凉膝啊 下背啊 温室背之类的 然后这些东西 咱们做个不利啊 你这种各样的枕头 好 不想靠抢了 明天守立我的直播间啊 不见不散